什么事情让韩市长动怒了 原来是她前晚在脸书直播时怒呛行政院 质问中央要退回重写前瞻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随后市府研考会出面说明 强调韩市长所提的前瞻计划 值得就是捷运岗山路主延伸线的重大项目 希望中央别因为新市长上任就要求全部重报 以致延误时程及减少补助金额 开脸书直播原本要介绍高雄酒吧文化 没想到调酒下肚韩市长开始炮打行政院 韩市长怒呛行政院不满前瞻计划被要求退回重写 越说越激动 你应该来协助高雄 全台湾人都欠高雄人 再说一遍 全台湾人都欠高雄人 因为高雄牺牲了环境 这么多的劳力提供进去 发展台湾的重工业 污染这么严重 隔天媒体追问韩市长态度依旧强硬 还找来研考会主委李明毅详细说明 交通部来韩 然后取消这样的审查会的说明内容 这是之前的在12月7号 那本府呢也因为这个来韩之后呢 在12月的27号由本府出韩给交通部 正式说明我们依照原定计划进行审查 尽数来审查 我们一看这个期程从9月到现在已经超过5个月 这样一个扁岩工程根本都还没有进入到审查的程序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恰当的拖延的这样的时程 我们只谈捷运这一块为什么200多亿你要暂缓 高雄钢山道路主这一段捷运是这么的重要 你怎么能够换了市长之后要求计划整个重新要改写 行政院应该要坚定的执行下去 这个对高雄未来的发展太重要了 如果磁力一开所有将来高雄报的重大计划 都要求延宕的话还得了 所以我才会说台湾人真的都欠高雄的一个公道 韩市长所提的前单计划被退回 指的就是捷运钢山路主延伸线 对此交通部澄清并非退回重审 而是征询目前市府意见 只是韩市长这一轰再度让中央地方关系紧张 未来双方如何见招拆招格外受到关注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